小明从今天开始为大家更新年夜饭第一道菜 乳鸡货 首先咱们把速冻鸡爪的给它解冻 脚子盖去掉 凉水下锅 加入曲心的料酒 烧开锅之后撇出水沫 找一个焖罐或者是铸铁炖锅都可以 倒入两勺上一个视频熬的糖彩 加入半勺生抽 老抽和蚝油 葱姜蒜干辣椒 来一个五香萝卜包 来半勺料酒去腥 盐和味精 卤肉呢 盐一定要给过口 要淡了不好吃 加入适量的清水 没过食材 放入冰糖呢 只会提鲜 不会增加甜度 盖盖大火烧开 小火先炖30分钟 把料包挑出 然后呢 咱们再盖盖炖20分钟 关火 焖至30分钟左右 卤肉基本上都是三分炉 气温泡 炮制的时间越长 它的味道呢 越浓郁越好吃 这种方法啊 简单一学 非常好吃 过年的期间呢 餐厨上必备了一道菜 想学年纪饭的 刘洪欣 点按关注 每天更新 感谢